台南市學家警察分局 幫忙分子塞 二五月三十一 接著寫來母理長 優先通報 有學生通勤腳踏車 招責 因爲車主急的上課 先由理長台商 幫忙分子塞報案 受到蘇傳聖 立教率完 到失策現場勘察 柯仁該腳踏車停放的位置後 典開全民查查 經過的環境刺得不捨 抽絲剝繭清早後 外面有一名男主 徒步到現場的託竊 並騎避害人的腳踏車 全都將軍奉向離去 彎道要不許放開 相手騎腳踏車 環境舊帝遠的關係 到幫忙 將軍庫台察王 天道醜勤 在案發二十二休息 在將軍四後五選 七十一年廚的 憑大動告 將軍庫抵高公文筆 大水高來 找回比丟棄的腳踏車 下到分教 北門分子塞 塞長 輸傳聖標示 開始 本安車主為高中載學學生 因偏鄉交通不方便 故平日均騎乘腳踏車 至公車站 轉搭校車上下旬 同學發現車輛造竊後相當焦急 警方受以後迅速鎖定可疑嫌疑人 並查氣道案 並且於氣質的大排水溝內 撈起失竊的腳踏車 馬上發房給同學得以再使用 提醒民眾 停放當車時 能夠養成上手的習慣 且多一道防備 就能減少歹徒放案的機會 拜拜